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见会的强强对决 官家坊是钓鱼岛 最佳坊是紫金城 那官家坊这边上的是一个 盘司武装 咒识加魔王 开了一把鸟阵 那最佳坊上的是一个女儿 盘司 咒识普陀加魔王 开了一把鹰阵 也是被官家坊鸟阵 小克了5%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最近嗓子还是有点不太舒服 虽然高烧退了 但嗓子还是有点 吃刀片的感觉 疼 也不知道几天能好了 高烧烧了一天吧 谁能给我来个冰清爵 解解毒 还能回口血 然后呢 还能保个出手 让我顺顺利利的解说个视频 对吧 有鸟儿村的话有医素啊 这套阵容有医素的话 优先控愤怒 会很舒服 观念方这边拿不到医素 其实 他这个鸟阵开的就很亏 很亏 没办法 想跟女儿村抢速度 有点困难 将会是可以提前看到阵容的嘛 拧着说 再丢给潘斯 罗汉一干 还是啊 说的这套阵容就是 前期打的磨磨唧唧 就突然 就突然有一波 打出优势 比赛就结束了 这就是这套阵容的一个特点 就有一定的 不确定因素吧 前期会打的很平淡的 跟尸陀那套怎么不一样 再控一下 咒诗 没风中 你把金刚给宝宝拉上 等到八回合以后 他们会适当的出一些杀利癖 去想办法把这个局面打开 剩下的就要看双方 谁场上的愤怒 空的更好一些 秘传有没有 没有无穷的 也没有无穷的 把我先飞一个 面对现在这种咒诗 加魔王的阵容 罗汉跟金钦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现在的魔王也有点凶的 效率层到 低速效高速 低速效高速就得提前笑 但这个东西就不太好拿捏了 顶着罗汉 有点秒不太多 混蛋黄罗汉也结束 武装官先把灯补一补 六百多的灯 也不错 这两方紧不住的节奏 现在还 打不太出来 哎呦 这天的悟性 性价格比较高 就没移速的时候 给自己的 东西 打个颠倒 五星 收益会非常的大 再来把笑里 对面五人起他 观战黄四人起他 双方 太缺愤怒了 小伙伴 对面五人起他 对面五人起他 这个视频 对面五人起他 可以 小伙伴 你会让我 中文 对面五人起来 一小伙伴 特甲树 混账坊是不是对这个女儿村有想法了呀 又笑了一手 又是一个提前笑 去笑里的话应该不会去击杀女儿村 闪爆 嗯 没问题 提前笑了一下女儿村 混账坊继续笑里藏不高 第九回合 混账坊场上 就有杀人力啼了 这场比赛 呆瓜这边的笑里用的 比较到位啊 怎么样 拿了个冠军 又误导新东西了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啊 那就是无穷的 女儿村的抗星在的呀 金刚怒目 笑里藏刀 笑的是后排的咒势 那盘四一把金青放出来了 嗯 嗯 现在这种阵容比较流行的话 金刚怒目确实是一个 相当不错的选择 啊 有一定的迷惑性 你知道我要传愤怒 但是你又不知道我传给谁啊 其实这个时候 就非常好用 那这把金青解掉以后 冠家皇场上的优势啊 也是浪然无存啊 前边也是打出过一波优势的啊 这一个金青啊 就现在这阵容就这样啊 一把纳特剂下去 就没了啊 优势就没了 你想想啊 满脑单的紧箍咒啊 满脑单的紧箍咒 拖驻山得忙活多半天 前来忙活啊 继续 对面重视不多的节奏起来了 在观察方有优势的时候 观察方这边是选择了一把罗汉 并没有选择去 精亲 那个时候精亲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这个时候相放一把精亲 就不太容易了呀 迷传法术CB到了 女儿村 嘉瞻礼 对面方也出杀力批了 针对谁 无装怪 杜杰精神保一下 好细节就看清廉 观察方这边也做防守 针对一下观察方武装 战敌再加起 现在他们对杀力批的依赖程度是非常的高的 又是一把秘船 没有无穷大 战敌再加 头子这么大 把武装要直接劈死 但武装官在倒地之前 是把自己的紧箍咒吃了个回春 解掉了 解掉了以后 对面手起事来就没那么简单了 毕竟对杀方这套阵 他控制化身似 不好控制 女儿跟潘斯 有一个继续控魔王 其实这样了 观察方武装官倒地就比较的难受了 这视频结束了一半掉线了 所以 我又跳了一下回合 跟刚才介绍了 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 有变身的情况 停三迭 继续亲宝宝 对杀方也算是 大开局势 接着剩下就是一个手势问题 没套中 来了一把水锋 岁月 强控弹丝 近聊 有颠倒武器 没躲掉 对面 手势开始 瓦身似 活不上这口穴 水晶 饱了一下 但你这个速度稍微晚了一些 当前回合的近聊 是金氢 玉氢 解不掉 但是水晶和冰氢 是可以解掉的 当前回合的近聊 它不一样 哎呦 又被鼓死了 但是身上没近聊 不过头上毕竟还是有一个紧箍咒的 观众方这边出个地厅 去牵制一下 人拉武装化身死 又中无魂了 好家伙 这一系列下来 观众方这个劣势就有点大 刚才是给了一把近聊 这回是又中了无魂 这口血活不出来啊 火不出来 躲掉 最近老掉馅 不知道为什么 武装接着倒地 对面这个杀利皮出职了 观众方前期也是出过杀利皮的 但是投资不多 就加了一把战笠吧 也没劈死个人 那批不死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因为这东西 你只要批过一次以后 你相当于是名牌了 就告诉别人我这个是个杀人利皮 所以 他的第一次出手 尽量把战笠加到位 让他发挥出他的功效 你如果出了他 你舍不得投资 就加一把战笠 最后劈不死个人 你还不如不出呢 这实话实说 你还不如不出呢 本身杀利皮 都是些一刀火 一般要加到哪种程度 就那种贴保护都贴不住的那种 或者是说 当你的伤害值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他是不会贴保护的 继续 尽量花生死还是活不上这口血 秘传 也没有无穷大 武装又没了 那武装又要被骨骚 三个善暴 三个善暴加点血 武装没死 武装估计就差那三个善暴 加的那点血 清风望月 但是魔王没有出发163 关大方这边肯定是冲着魔王去的 花生死 终于是活出这口血 人心不高 四层 活了一点点 又有胀气 秘传 闪爆 恶爆 那武装又没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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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箍咒是解掉了 但武装还是倒了 魔王也倒了 所以说这套阵容 你看前期打得磨磨叽叽的 一旦节奏来了 攻盘是非常快的 这场比赛 就是从对面 放出一把金钦 关大方对面又出了一个杀力屁 屁死武装关 开始 关大方这边节奏就彻底不对了 继继续守住尸体 魔王163 在恐盘4 我和此备 人去 拉武装 打个颠倒 哼 拉起来 正好被对面 靠一个紧箍咒 又被守住尸体了 魔王继续163 效力藏刀 再来一把 效力 因为武装 因为武装一倒地 对面控愤怒 就非常容易了 哎呦终于活了八千血 不容易 拳破 再压 化身死 秘传 有没有无球大 没有 对面 一把秘传 比赛 结束了呀 化身死 被秒死 那这比赛 就纯粹的 去打一个消耗 打一个手势 没有出无穷打 这套阵务 对宝宝的依赖 太高了 他还在宵里藏刀 冯粮荒也收起了宝宝 放弃这场比赛 打不了了 打得好好的 武装一倒地 手几回和尸体疯了 这套阵务 还是厉害 拜拜